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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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它生命的终结 但摆放在这里的木翼作品都保持着自己最初的形态 仿佛还拥有着呼吸 这个木材它有自己有本身的语言 我们不需要再去描述它或者夸张它 或者是再去过多的修饰它了 我和我先生想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把这一颗生命体能尽可能地 因为我们的加入 让它更长久地存续下去 这些充满着原生气息的作品 都出自于李新涛和贺英杰夫妇之手 他们一位是曾经建材行业的业界新秀 一位是师承范增 郑庆恒等大事的工笔画家 现如今却返璞归真 开了这家古早木语工作室 将自己投身于这些形色各异的木材当中 挖掘它们的天然之美 原来做的工厂明掉以后 我们俩就是开始下定决心 敬爱新来 把自己内心里头的喜爱的一些东西 一点点去找到 用某些材质 或者我们储存的这些木头去体现出来 会更有意思 所以就用这么个思考的状态 才设立这个工作室 这些木翼作品的原材料 就是外形诡决的赤金毯木 这种其貌不扬的木材 因为成材量少 所以经常被当作燃料 十几年前 一次无意的机会 李新涛发现这种木料不仅耐燃 而且密度很高 是极佳的建材 只因为其外形布局一格 所以不被看好 但在他看来 这些木材却别有味道 这个树种呢 我们古人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 人们为了结更多的果实 就每一年在它的春季 都必须要还切一下 你看似很痛苦 但实际上呢 为它生命呢 流通了很多精彩 每次还切之后 它会长很多流体 形成了非常自然的造型的能力 像这一部分呢 是在自然界中遭受了勒击以后 已经把它糊掉了 然后呢 它有顽强的生命力 把没糊的这部分 就没有烧焦的那个 这个这部分皮呢 它一点点又包裹过来 我从这个木头上呢 就能看到 它跟自然 跟一些这个 这个其他的恶劣的环境 所抗争的那种 顽强生命力的那种结果 所以它的美 恰恰是因为 它经历了这些挫折 或经历了这些 自然的 或人为的一些摧残 以后形成了一个 这个完全美化的这种造型 深浅不一的沟壑 自然天成的气形 这些被旁人看来 只能作为废料的枯朱朽木 在李新涛的手下 却成了不可多得的良才 选料的时候呢 有些非常 这个糟糕的木头 已经很腐烂的木头 实际上我们都把它 尽可能的保留一段时间 保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会一点点去挖掘 它的这个长处 或者它的用途 这块木头已经完全烂掉了 它在没有成型的时候 但是我在剥离过程中 会发现 它的痕迹呢 就像一个假山 那么实际上 你在看到它的圆形的时候 它就是被扔掉的一块 可能边角料 静静静去看 去思考 然后去发现它的一些这个煤 然后通过一些技术再去处理它 我认为这些呢 就是把它变费为宝 也乐在其中 这里的每一件作品 从设计 切 割 打磨 雕刻 到最终形成 经历十几道工序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耐心 还需要不断根据木材的侧点 进行改进 设计师开办以来 李星涛没有请过一个工人 每个环节 他都坚持自己亲自操作 不留遗憾 从艺术创作 或者是这个作品创作的这个思路上 每个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我是有工人的 帮助我去处理的一些工作 但是可能我去告诉 他们怎么去做的时候 往往结果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就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就是 就下来一件事 去清晰的厂力做 冷桃是李星涛众多专利中的一项 他将这项建材中广泛运用的工艺 加入到木椅当中 给不同的木材打孔后 再注入冷桃 冷却后就有了木与土的全新结合 通过这个冷桃跟木头的这种铸造工艺呢 可以弥补很多木材本身的一些缺陷和不足 然后呢又可以达到这个木石结合的一个一个仿真效果 另外从材质的这个软硬 还有冷暖色调的这个变化 都能完善一些创作的一些手段吧 李星涛的妻子贺英杰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 师承范增 郑庆恒 杨淑涛等国画大师 他的作品《静心》在2014年入选第十二届天津美术作品展 在丈夫的建议下 贺英杰尝试着将自己工笔画的技艺加入到木役中来 你把这个石头这块就是沿过来 是银色的嘛 所以它并不夺谈 这样的话呢 它的立体性就出来 实际上一开始我不给它做的 然后它就跟我讲道理 说实际上你是把你的一些好的东西跟大伙去分享 那个艺术的话 别取高贺寡的 把自己架得很高 它这种观念是影响我 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更多的去跟人分享 把你的这么多年的艺术造诣和这个经验和这些积累 让各种人去赏识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把一份快乐变成多份快乐 不是更好的一些事情吗 木材天然的纹理别具一格 凝结后的冷桃也自然随性 每一件木役作品都有着自己的性格 习惯了在从一而终的宣纸上作画的贺英杰 不得不让自己的笔触去适应这些粗粒的材质 每一件他再创作的作品都暗含着自己的创意与想象 这个茶盘呢 它本身那幕是有缺陷的 因为有好多那个虫洞 可是那个李老师呢 就特别喜欢这种生命在木头上留下痕迹的这些过程 可是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呢 这种虫洞呢 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 也是一种缺陷 让人就是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在用我的画呢 把它的裂点变成优点 但这块呢 特别有点像那个稻的山那种感觉 所以我用一种那个山上的一种云雾 然后我就是想体现这种拨开云雾的状态 然后又一个世界又一个风景 小到百元左右的原木花器 大到万元左右的大件家具 夫妻二人尽可能根据木材的细微特点加以利用 综合不同质感的艺术表现形式 每一件木翼作品都是独特且唯一的 在外形之外 李新涛还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空间 让观者体位想象 当然设计这款 这款相案呢 当时也是因为有一块腐朽调的这个老木 没法去做其他的这个家具 或者一些这个创意了 但是呢 这块老木的形容也非常好 我们就想办法把这块朽调的部分呢 用这个玻璃水的造型来去覆盖 把它随形化 然后呢 用酸洗流化的方式呢 把水滴坐在玻璃的这个底面 让它像一潭池水 然后本身的这个水就生木 那么用在一个铁板 作为它的这个支撑 金木水燃香的过程 有火 然后还有这个香灰的土的这个生成 所以它就是一个武器文化的一种体验嘛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这个理念 来去赋予到那个作品身上 让大伙在使用的时候呢 得到更多的感受 手工雕琢 工笔描画 每一个步骤都蕴含了夫妻二人的巧妙心思 与流水线上生产的木质商品不同 这里有的不是整齐画一的定板定式 而是天然去雕式的自由生命力 虽然这样做出的作品 在产量和耗时上 都不能与机械化生产相比 但是夫妻二人还是乐此不疲 它的这个跟其他的那些 那个商品类的东西不一样 它可以无限制的去加工它 你只要好的构思 好的工艺手段 好的处理思路以后 就可以无限制去加工它 一直到你特别满意 无限的创造性被融入到木材中 也由作品感染着很多人 邢泽宇是天津商业大学大四的学生 最初被古早木雨的作品打洞 选择到这里实习 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收获 是在学校中不曾体会的 我们在这的话 是一起在上面有打磨呀 还有这个雕刻呀 这些东西吧 然后也培养了很多这个 和木头之间的感情 也能在其中找到一个 一个这个成就感吧 令李新涛和贺英杰意外的是 像邢泽宇这样被原生木 以吸引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 我们在很多展会的时候 一开始定位可能是上岁数的人 更喜欢他 结果发现恰恰相反 反过来是那个二三十岁的 这些这个白领 或知识层面比较高的 这些受众群体更多 他们会买一个花器 买一个茶器 放在办公桌 或放在家里头 我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作品 能够让别人缓压 能够释放一些压力 或者能够让他自己找到 那些他自己感动的那些点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定位的一个 木材的古朴 冷桃的质感 工笔的巧思 这一切都让人着迷 而更让人不能自拔的是 在盘根错节之间 探寻一语 能够淡茶望尘的空间 因为木材的本性 这一切显得理所应当 我们做的这个每一块 那个木和茶器的时候 我们也想跟更多的人分享 因为分享的人越多 就会越多的人懂得尊重自然 懂得去跟各自然和平相处 懂得吸物 尊重每一个生命体留下的物品 那如果我们做的东西越有价值 大会更多的人喜欢它 更多的人使用它 更多的人收藏它 那这种理念扩散的越多 木沉默不语 却拥有着灿烂的生命语言 朴实无华 却能在纹理间绽放出至美的光彩 它的语言无形 却蕴含在纹理中 深藏在沟壑下 溢在有心人的举手头组间 哇 太漂亮了 精锐啊 我要是能有一件多厉害 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把家里的什么桌子呀 椅子呀 把它拆了是吧 随便拿个腿自己刻一下 只不定能刻出什么 我这不行 为什么 我跟你讲啊 你说雕刻首先你得在上面画图 对啊 我不会 我怎么画都没辙 哎呀 画画很简单 有一个培训班要不要上 培训班 什么培训班啊 马克比手绘 怎么样 没听说过吧 马克比不是那个画设计图的吗 对啊 也能手绘 当然了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啊 就是凭借马克比 用熟惠的方式来记录天津 哇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天津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在这里你能看到不同时期 不同风格的建筑 五大道的小洋楼 易峰区的易式花园 古文化街 浓郁的中式味道 甚至海河之上的桥 都别有一番趣味 这一切 不仅让往来的游客驻足 连习以为常的天津人 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 天津有很多的文化遗产 这个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画画的 对建筑也是比较偏爱 所以就打算 把天津市一些 有代表性的建筑画一遍 然后了解一下天津的文化 李磊一个致力于用手绘的方式来记录天津的年轻人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寻找那些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的建筑痕迹 天津在他的马克比下既可以是时尚前卫的高楼大厦 又可以是运味深沉的风貌建筑 令人诧异的是 这些画作都是李磊用手绘的方式来记录的 绘画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 它的作用就是 你看到一番画 它是一种画面小果 是一种比较有艺术性的东西 但手绘它是强调一个客观的东西 不会成一个单独的一个画种 它必须要和设计结合 手绘是应用于各个行业手工绘制图案的技术手法 因为工具携带方便 表达快速灵活 而多倍运用在设计领域 与表达空间和质感的设计手绘不同 李磊想要尝试的是 既能细腻地描画出景物乃至人物 又能兼顾手绘的便利与优势 但两者的构图和构思上都有很大区别 设计效果图可能单方面是针对一个建筑 它的一个体块 一个造型 但是写生过程当中 会画一些整个的场景 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 我选择这个角度原因是因为 它的近身感比较强 正好围绕海河的曲线 所以突出建筑的本身的造型以外 融入周围的环境 然后从构图上来讲 我现在正在构思一个怎么样能够让周围的这个建筑 和它这个金塔的这个建筑融到一起 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主次的一个关系 大概其以这种构图的形式来体现它的这一个场景的感觉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幅金塔手绘写声跃染纸上 马克笔是广泛运用于手绘领域的绘画工具 因为颜料具有异挥发性 因而可以一次性快速绘图 但受到笔头较硬的限制 只能画出变化不大较粗的线条 而李磊的作品中笔触生动细腻 很难再看到马克笔的弊端 设计图怎么画呢 就是首先它的笔触你看特别明显 这就是白笔 无论你摆的是直线还是弧线 它相对来说它都是一白笔 你看这个笔触就会非常明显 它的重点不是为了表达颜色 它是为了表达材质 这就是效果图 马克笔运用在这上 像建筑画这边 它和效果图之间的这个区别 就会它的笔触感没有那么强 并不是只体现它的这个 外表皮的这种材质的感觉 它是为了整个体现这个氛围 因为马克笔做不细 所以说我怎么去把打破的这种局限性 然后就用这种马克笔的这种小笔触 你需要快速进去 有的时候需要揉 它会弱化那种笔触感 在画建筑之外 李磊还尝试了其他的风格 变形金刚系列是它第一个尝试 通过技法的运用进行变形金刚的写实 虽然这一系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 突破了效果图的模式 但是它对于马克笔作画的坚持 却招来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当时画完之后 就是很多人同行会说 这其实实际上你没有必要 因为它是设计的东西 而且他们当时觉得 你不是这个马克笔画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就是马克笔 他们认为马克笔就是用来做设计 其实很多事就是要求去探索去创新 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 就不管别人质疑不质疑 我就想我自己应该怎么做 就想我自己需要把它创新出来 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就要把它做到一定的高度 对于手绘的执着让他义无反顾 而他所做的NBA系列 用马克笔结合彩签 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神态细节 甚至连皮肤和微表情都极为生动 很难再看到马克笔的粗犷笔触 2014年 他为即将退休的NBA总裁 大卫斯特恩所画的画像 被腾讯网选中登在了网站首页 他看到的作品都是插画 电脑 然后漫画形式 就是没有人用马克笔来画一个写实的人物 所以我这个就是被他选中了 也是这个原因 李磊不仅得到了媒体的肯定 在国内首会领域的比赛中也屡获大奖 今年他凭借精湛的技艺 被选为中国首会国际行业协会天津分会的会长 为了更好的推广首会 他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首会培训班 在首会日渐被鼠标电脑代替的今天 他的这种执着也让身边的人感动 李磊的这个首会确实能够代替效果图 而且比效果图出得更灵活 而且表现得更强 首会是永远就是这个画的这个本领和一个这个技能 是永远不可被取代的 而且它属于艺术分头 我们也会特别想去把这方面去推广 这张它的这个透视选择是一点透视 它是一个酒店的一个套房 在这个理念上 整体是一个灰色调 在这里面色调上来讲 体现的是一个整体的色彩关系 和一个整体的材质关系 尤其是材质 这个你们可以在细节上可以暂时忽略 这是快速老线 然后比触 平日里上课的学生也在李磊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悄悄地改变着 首会在课外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我以前用首会只是画画实力的东西而已 现在用首会可以画画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很惊讶 他居然可以把马克比用得那么好 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所以就想和他学习 觉得在这里上课跟上大学里面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在这儿就是能够体会到李老师对首会的热情 还有独到的见解 然后让我们对首会有个全新的认识 并且喜欢上首会 马克比引进中国只有将近20年的时间 好的画家更是凤毛麟角 能被称为大师的只有下课良艺人 而越来越多的像李磊这样的年轻画师的加入 让业界对马克比首会的看法越来越宽容 他们一直致力于通过技巧 打破大众对马克比首会的偏见 让它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绘画表现形式 我觉得创作来讲无论是什么工具 它不受工具的限制 它是你的这个艺术修养和思维 理念这些东西 但是你用什么工具来表达是另一个层面 马克比它可能就是从技法上你会有一个创新 但是如果你的想法跟上了 你的技法和想法能够融合到一起 它也是能够表现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图画是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虽然绘画的工具不同 但努力创作的新性是相同的 李磊用自己手中的马克比 渲染着眼中的美好 也描绘着常人未知的蓝图 看完了他的画 我更觉得只要钻研 做什么事都可以出彩 这句话说的非常对 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百花齐放 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充满了创意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了 那是 对于精彩的年轻人 对于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哈喽天津不会放过 而且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口号 关注精彩生活 关注美丽天津 非常感谢收看 咱们哈喽天津 咱们哈喽天津 精彩不断 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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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